2019年有很多不穩定因素 連我們的才爺陳茂波的預算案都說 要撐企業保就業,找經濟離民室 不只是香港,全國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李克強總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都說要減稅降費,放水養魚 這個詞一聽就知道什麼意思 你想魚真的能夠養得活養得大 就要有足夠的水才可以 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養字 這個養字你不要以為是 下面這個糧是音來的,不是的 其實是一個羊字頭,就是食 食就是那個意思 無論是養弟哥也好,養魚也好 你都要給他食物 所以食是養得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上面那個羊是個星度 它是羊星,就是毒 比上來好像羊字一樣 羊字,下面這個食字有跟大家說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次有個小學生 家長就來給我投訴 就說他的國文老師 就說他的食字這樣寫是錯的 要怎麼寫才對呢? 這一點不是一點,是一劃 食字應該是這樣寫的 這是一劃 這個國文老師是有理由的 因為這個食的確不是人字頭著的糧 我們一般寫法很像印象 這個食字是人字頭著的糧字 其實不是 說文解字裡面的說法 就是這個食字從壁雜聲 這兩個字現在都很少用 這個壁字,壁是什麼呢? 說文解字的說法 道谷的香氣就叫做壁 聞到當然肚餓,想吃 這個人字一劃 就跟習大大的雜一樣獨法 從壁雜聲 所以這個食是這樣的意思 那個意思是道米的香氣 頭就是聲部 所以你嚴格說你應該這樣寫法 不過現在我們日常用的鈣書寫法 當然很少人就畫這一劃 就寫到點了 無論如何 食字我們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吃東西的食 你說這個食字和雜字都不對 那可能鼓音就很接近了 所以養就是從食 就是這個陽聲 就是養了 天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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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